歡迎收看真愛來Date 你聽過單身症候群嗎 據說單身越久的人 恐怕會出現幾種的症狀 一個是對另一半的要求 越來越嚴格 那麼另外一個是 好像沒有辦法輕易相信別人 我們今天的男女主角 都已經單身五年之久 而且都出現這樣的現象 到底有沒有解呢 馬上來看看 他們今天dating的情況 我們首先請兩位男女主角 自我介紹 先請女生 好 清姨姐好 大家好 我叫做蘿莉塔 然後 好像相親都要講介紹什麼 相親同樣自我介紹都要講什麼 講星座 興趣 摩羯座 摩羯座 然後平常的興趣 是喜歡打電動 打電動 喜歡看漫畫 然後喜歡看電影這樣子 對 然後 之前有談過 交過兩個男朋友 對 之前談過兩個 兩段戀愛 OK 兩段不算多啦 才兩段耶 好 待會後面我們繼續聊 那現在請男主角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教 他剛剛講你都要再講一下 真的嗎 現在的狀況 我現在看他剛剛到底講了什麼 星座 就是那個 興趣 相親到底要講什麼 沒有 就是牡羊座 牡羊座 然後交過六個女朋友 對 但是最長一年 最長一年 好長的一段戀愛 OK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喜歡的都不喜歡我 喜歡我的我都不喜歡 這是很多人普遍的問題 是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現場專家 是我們DSC的人格分析師 蔡瑋宇 歡迎 欣妮好 大家好 好 我想先來問一下 因為大家會覺得 都會很好奇 俊男美女為什麼 可以單身這麼久 我先問這個女生蘿莉塔 妳單身五年之久 其實妳之前有一段感情 也談了五年 對 有陰影嗎 受傷滿深的 對 就是反正我總共 我恨晚 我二十五歲 才交到第一個男朋友 所以就是每一個都是 都是好幾年的 對 然後就是第二段 就是交往了五年 然後這一段我覺得 就影響我滿大的 導致我現在就有嚴重的 被害妄想症 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個五年的男友 他就是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是一直不斷偷吃的那種 然後女生就是很笨 都會很容易被男生騙 然後譬如說 我有抓過他偷吃是 像有一次好了 有一次他跟我講說 他說我有朋友 那個從國外來台灣玩 然後我今天晚上去跟他聚餐 很正常 聽起來滿OK的 跟朋友去聚餐 但也沒問題 他就說他下班就去了這樣子 然後在去的這中間 他也都會那個 譬如說到餐廳 他也拍照傳給我說 到餐廳囉 然後上菜囉 還拍菜給我看 然後感覺很乖 通常這樣子都有鬼 都很乖 然後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說 吃個晚餐回來隔天 晚餐就回家隔天還要上班 那他就說大概十二點回家 OK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那天住在他家 那我就在他家等等 我就等到了三點多 都沒有人回來 這時候你就會想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而且你在他家 他也這麼晚 對 然後我就開始 那個傳訊息給他 傳訊息給他 他就不讀不回 然後我就打給他 就打給他之後 一開始有響 然後可是被掛斷了 然後我在打第二通的時候 手機已經關機了 然後後來呢 我就因為我就知道 他那個 我有朋友的那個聯絡方式 結果接起來就是他朋友 他朋友在飯店房間沒有錯 但是他朋友就是喝嗨了 然後他就喝嗨了 因為他就是喝醉的狀態 然後我接起來就 喂 你是他女朋友 你知道他去哪了嗎 我跟你說 我們剛晚上去酒店 他找了好多小姐 我都會回家 他還繼續點小姐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去吃飯 他們晚上一開始就是去酒店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奇怪 那他有傳的那些 那個餐廳的照片 還有上什麼第一道菜 第二道 第三道菜 那個照片從哪來 後來才發現他上網抓的 傳越多 鬼越多 真的 然後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是也抓到一次 然後因為還不止 比如說剛才認識的時候 比如說朋友 男生 可能都會說 這是介紹身邊的朋友 給你認識 然後這是我女生 有男友 女滿合理的 結果後來才被我發現說 什麼 他介紹給我女生 朋友都是他以前的泡油 然後他就會介紹給我說 這是我朋友 你越危險的地方 越安全的地方 介紹給你幹嘛 真的 所以我現在就好害怕 我現在就很害怕 這種看起來好像都很好 你看他又會介紹 他的朋友給我認識 然後去哪裡會拍照給我 結果後來都被我抓包說 這是他的錢泡油 然後或者是那照片 是上網抓的 導致於我現在就是有一點 那個被害妄想症 然後因為我那任男朋友 那時候因為他被我 抓到很多次 然後每次我 每次我去跟我朋友 哭說我都被笑 對 他很帥嗎 因為我那任男朋友 老實說他長得就不是好看的 而且他很矮 就是他一百六十幾而已 所以我的朋友都覺得不可思議 而且我一開始去跟我朋友哭說 那我要抓到我男朋友透視 他們還說 怎麼可能 他長這樣不可能 一定是你搞錯了 還會覺得是我搞錯這樣子 所以醜的也會批 帥的也會批 當然要找帥的 這重點不是手跟帥 看到有沒有機會對不對 對 反正現在我的那個目標 第一個很明確 非常的膚淺 我就是要帥哥 OK 好 起碼被帥的批 那個風景好看一點 至少我會知道說 因為他很帥或什麼 這個因應也滿深的 我問一下江帥 你說你碰到的女生 跟他其實剛好這個角色一位 女生三心二意的 會有點讓你覺得糾纏不清 什麼情況 女生也是會有 我以前交我一任女朋友 就是剛交往沒幾天 他前男友 就跑到樓下來讀人 因為我跟那個前女友 我們剛好是在 同一棟大樓上班 就是不同層 然後那一次就是下班 我們下去一樓 然後那個男人就突然冒出來 然後他就說 抓到他說女朋友 他其實也沒有說那種 那個就是態度不好 或是想要打人那一種 但是他就是這樣講 然後那時候的前女友 就把我拉走 他就趕快把我拉走 他就說前男友 就是一直來糾纏不清這樣 但是後來其實才發現說 他們其實糾纏 他們不是只有前男友 跟他糾纏不清 他也跟前男友糾纏不清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斷肝經 對 他們就是沒有斷肝經 所以後來大概一個月 我就跟他提分手 然後那時候好像提完分手 他又回去跟那個 他就跟他在一起 對 又回去跟那個前男友 在一起 OK 我後來我後來其實發現 就是很多那種 就是也不是說很多 就是好幾個 就是我可能遇過的 可能一剛開始大家會曖昧 但是曖昧到後來 他可能覺得說 怎麼好像我沒有想要繼續 你沒有形狀 再進一步 再跟他在一起 或是交往那一種 然後過大概三個月半 半年 我就會發現說 怎麼突然懷孕了 或者是那種突然要結婚的那一種 OK 就是我會覺得說 有可能是他們其實原本 就已經跟那個男的交往 你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有可能就想說 有沒有更好的 有點騎驢招馬那種感覺 OK 所以也因為這樣 讓你對愛情有點卻步 就會想很多 OK 好 那我還是要問一下 因為單身的時間 兩個都滿久 五年之久 Rita這五年是滿長的日子 都沒有遇到讓你再次心動 願意信任他的男生嗎 就老實說是比較難遇到 但中間當然也有試著想說 如果不錯 男生就跟他出去看看 然後就曾經有一個男生 他非常的勤奮 他追了我整整一年的時間 就這一年 不管我再怎麼不理他 然後完全不讀不回或什麼的 然後他都不間斷的 會一直約我一直約我 想說時間可以證明一些事情 這個應該比較靠譜吧 對 我就想說 這個真的是很真心 雖然說長相不是我的菜 但感覺是一個好人 然後因為他這中間 他是真的非常 對我非常非常貼心的那種 譬如說有一次我只是聊天 隨口說 我最近看到有一個店 那個出那個蛋糕 看起來很好吃 過沒幾天他就送過來了 清新 對 而且那很難買 還要排隊什麼 我沒想到他就去買了 然後還有一天我跟他想說 我們家Wi-Fi壞掉 真是完蛋了 有夠麻煩的 結果隔天他就立刻買了Wi-Fi 機來幫我裝好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這個我覺得 我好像可以跟他在一起 因為就真的很感動 結果有一天 我有一個很要好 很要好的同志朋友 就來跟我聊天 他就說 他就說 那個因為他都叫我姐 他說姐 你知道我最近交 你知道我最近交我男朋友吧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 他說恭喜你很棒 然後他就說 你不知道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我以為你知道 我跟那個誰誰誰在一起了 結果一講就是那個男生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蛤 你再輸一次 認真 對 我就整個大傻眼 然後他真的就跟那個 追我追得很勤快的男生 在交往 而且他們已經同居了 但他這中間 還是對我非常的好 就還是會接送 或送東西什麼 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就自己主動聯絡他說 就是訊息他說 那個我知道你的事情了 就是你要不要好好跟我講一下 然後就這樣 結果我就被他全面封鎖了 就是不管是電話 Line 臉書 全面被他封鎖 他根本不敢跟我講 然後有一天我還在路上 我遇到他 他跑得好像不一樣 沒有臉見你 一流眼 一流眼就不見了 然後後來他跟我朋友 也分手了這樣子 OK OK 不過我覺得上帝對你博弑 讓你很快就看清真相 也看了一年多 沒有了解 發現很多人都很久 以後才真相才看到 這個東西其實更傷 我是因為我已經 有被他感動到了 所以我現在就會很擔心 我現在很擔心 每個男生的性相 對 我們待會兒 等一下再探討一下 所以他是運氣不好 我怎麼都遇到這種狀況 好 這樣出來 你除了覺得女生三心二意之外 你覺得有些地方 會很容易踩到你的雷 你的雷區是什麼 我又不喜歡 女生有公主病 公主病 你怎麼戒定公主病 戒定公主病 戒定公主病就是 他可能很懶 然後什麼東西就說 你去幫我買什麼東西 你去幫我買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 有時候他就會常常說什麼 你要來啊 那你順便幫我買什麼 這樣也不行 然後我想說順便 你商店買東西 你要我買的那個東西 根本就不順路而已 還是要這樣繞一大圈 很遠的那種 而且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 也會遇到那一種 就是我可能跟他第一次吃飯 從其實以我來講 就是第一次吃飯 基本上我一定會請客 就是我會覺得 這是基本的禮貌 紳士這樣子 對 就是基本的禮貌 但是如果今天 女的那種擺明 就是今天第一餐 你請客 就是他直接這樣子講 我就覺得 怎麼好像怪怪的 那他如果是跟你講說 第一餐你請 第二餐我會請 這樣可以嗎 那個沒關係 那可以 通常這種狀況就會變成說 第一次是我請 第二次還是我請 就是我還是會自己拿出來 所以如果你覺得 第一眼的感覺或是有些 因為人有時候是要花一些 時間認識的 你就算有時候 他不小心踩中的雷或等等 你會想要給多一點時間 磨合再去觀察這個人嗎 不會一次就直接給他 就不會一次就定時刑 可能就是會再兩次三次 那兩次三次覺得說 怎麼還是一樣 那好像不行 那就算了 OK 我想問一下我們蔡老師 你怎麼看 兩位都走過了很多來時路 那都有一些疙瘩跟陰影 你覺得他們脫單容易嗎 應該還要再花一點時間 對 因為以現在安妮塔來講 這個蘿莉塔來講 他的這個過去的陰影 我只能這樣講 你前面運氣有點不太好 對啊 對 我常講男人業務嘴 十之八九會劈腿 那女人呢 刻薄嘴 蔡老師 十之八九 真的 十個九都會劈腿 因為真的就是說 不是說這個業務的 做業務人都會怎樣 我是說如果在談感情的時候 因為這種會說好聽話的 就是很會逗女孩子開心 然後他很會講 而且他應該 我猜啦 他應該很會圓對不對 對 他都會有很多藉口 然後講很多 然後你最後就是說 好 那我就相信他一次 對 而且我覺得男生很可怕 是男生很常會吵架的時候 他把重點放錯 譬如說像那時候 我跟他吵說 你怎麼可以背著我去酒店 但他會跟我吵說 我都不能有自由嗎 你為什麼要管我這麼多 我朋友想去 我不能陪他去嗎 然後吵架的重點就從 他去酒店變成 他為什麼不能跟他朋友出去 重點是你隨便抓網路的照片 來騙我 對 怎麼變成是 我跟他吵到別的地方 無焦點了 對 女生就會被模糊掉 他就是高手 他就很厲害 然後最後會有一點用情緒勒索 對 然後再加上 照正常來講的話 像蘿莉塔就是如果喜歡的話 他會全心全意投入 就是愛就比較慘了 所以就變成要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就會 我覺得有點運氣不太好 所以短期間 如果你單身五年久了到現在 還是那個陰影要花一點時間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謝謝 小鈴鐺 請收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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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